婆婆逼我要孩子,我提出离婚,两年后再见前夫,我庆幸离婚。 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,现在对男人彻底的失望了,不过庆幸的是我们之间还没有孩子,不然的话就要给孩子一个破碎的童年了。 离婚之后我们一直都没有再联系,没想到时隔两年我们又见面了,她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,只是看着比以前邋遢一点,看来身边没有女人打扮她,就是比以前沧桑了很多呀。 httpi66.tinypeak.com 4s116s.png 我单位里派我出差,刚好我去外地出差的时候,回酒店的时候碰到她了,她当时也在出差,真的很巧。 看到我之后,她走过来喊我过去喝杯茶,聊聊天,我当时没有拒绝,因为这么长时间过去了,我对她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憎恶的感觉了,也挺想知道这么多年她过得怎么样,后来我了解到,她没有再婚,还是孤身一人。 当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她追的我,她是个大暖男,照顾人很周到,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拿我当女儿一样宠,我家里人也都很喜欢她,她也很孝顺,很听话。 也就是因为她太听妈妈的话了,没有一点主见,导致我后来对她很失望,我们也是因为这些事情,越吵越厉害,最后协议离婚,也算是和平离婚吧。 虽然我当时真的很遗憾,我多希望她能勇敢一点。 我们结婚之后,婆婆想让我婚后就赶紧生孩子,然后让我修班在家里专心地看孩子,反正老公的收入不错,能给我们一家人不错的生活,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早,不应该这么早就生孩子。 我一个年纪轻轻轻轻的女人,也不能天天就在家里闲着,我还想上班,还想在公司多拿点业绩,生生职,当时我拗不过她们,就辞职在家里了。 朋友们嘴上读说着羡慕我,天天在家闲着,每天就逛逛街就好了,其实我每天在家里闲着真的很无聊。 我跟老公说我不想生孩子,我们两个人表面上配合着婆婆,其实私底下做了避孕措施,可是时间长了不是办法。 婆婆一直问怎么就是怀不上,开始一直催促老公,老公太听妈妈的话了,一直向着婆婆,不在意我自己的想法。 后来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,她觉得她妈妈说的就是正确的,一点都不在意我过得快不快乐,我觉得这种家庭,以后有了孩子我也没有说话的权利,所以我就提出了离婚。 我想得很清楚,虽然当时老公极力挽留我,但是我还是决定离开。 我不想她家在中间为难,况且我知道,她不可能不听她妈妈的话,这样只会让我们婆媳的关系更加僵硬,我的选择是正确的,对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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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